紅藍色衣服主場的博洛尼亞和白色衣服的國際 一樣都在賺到今屆他們的第一場勝利 上一場博洛尼亞有一個眾目標賣滿 相當近望,來自一隻稀蘭達的頭鎚 他們高魯多,前面的高空進閘是有一定的威脅力 但這場比賽帶上隊長被將漢丹諾域 回身救化也有反應救出了這個宮門 國際方面這場進攻少了伊卡迪 靠下其他球員入球 首先看看尼恩-哥蘭的遠射 他一向擅長遠程炮,但這球也高出 尼恩-哥蘭加盟之後第一場正式比賽 意大利國家的教練文仙尼和經理奧尼亞利在看球 基達這邊這場比賽也是擔正 打正前鋒 因為這球也看到他設的位置是不錯的 可惜角度太窄,射了去榜側 博洛尼亞一直防守都可以 但中路有一點空位就被國際把握到機會 看見玻利坦奴這一球就是撥過來中間 尼恩-哥蘭一控一射都是見級數的 所以在他的地標戰就找到他的入球了 當然玻利坦奴這一球也比得剛剛欺負到好處 尼恩-哥蘭一控一射,兩腳都做得非常之骨子 中間的位置其實空位就真的不多 但尼恩-哥蘭一控再射回美主也看到他的級數 找到第一個入球 波羅尼接著也是做多一點的重攻 特別也有很多邊線傳中方 希望利用他們兩位中鋒的身形 巴拉鬼各腳新坦達就放在前駐位 批去尾處都做得很好 就是多了一點外勢 令到球不中目標 但這個攻門也成為了這場比賽的轉捩點 因為當他們收起了少少防守球員之後 後防空位多了,還有這樣的犯錯 不過這次基達就不領情了 近距離的射球居然間炒高了 要他打到正前鋒 始終都不是一個他最擅長的位置 拿進去是射高 波羅尼亞後防越來越少人 危機當然越來越大 各地把握到這個機會 藉著邊路的傳中 這次也是佩利色 給這球給了後腿的簡迪華 因為他未來終於有小生命 就誕生 所以這個夏天他堅決不轉會不走 結果後備入體也找到他 超過一年以來第一個的二甲入球 當時接應到佩利色的邊線傳中 放在他搞定 在504天之後 第一個他的二甲入球 接著波羅尼亞也有少少兵化 魚山島的味道 後防越來越多的錯漏 馬太路第一下接不到 接著第二下還要被佩利色馬 吸過了然後射入 佩利色連續兩場比賽都有球 我當時有維仙奴轉過來 馬太路第一下就踢不到 第二下被他吸過了之後 令到國曼這場比賽 找到第三個入球 亦都尊敬他們第一場的勝利 在大陸中 我先看到他 尊敬他們的沒有 能力盡力盡 他沒有了 我先到想 他在大陸中 還在大陸中 是個圍場 我們趕快